台北股市震盪走高 下周怎么观察跟选股呢 请教德行证券分析师林新富 分析师 昨天台股收复年限 今天继续的向上攻 涨幅还不小有58点 那目前主体完成了吗 下周能不能乐观期待 好的那我想这个 这个最近的一个盘司来说 是随着整个欧美股市 做了一个回档 那么昨天的部分呢 也是跌破年限之后呢 收了一个所谓的一个 收缴的一个下影线 这跟上次呢 大概在6月份的时候呢 也出现了一个 类似的一个状况 那么其实目前来说的话呢 这一波的一个回档 来到了这个所谓 7700到7800这个区间呢 我想短线上的一个跌幅 也是这个已经有来到了 一个相对的一个满足区 所以说呢 以目前来看的话呢 整体的一个市场 慢慢有开始 这个止跌回稳的一个力道出现 我们可以发现呢 在国际股市的方面 同样的 昨天呢 包括像欧收 跟这个美股来说的话 也是同步的一个收红 所以我想 最近呢 可能是有机会 慢慢的可以开始 有一个横向打底的机会出现 那至于呢 我想在族群跟个股的部分 其实最近呢 这个盘势来说的话 虽然是比较胶着一点 甚至往下做个修正 不过 在于一些所谓比较 下半年产业景气呢 展望比较佳的一些族群 跟个股上 其实呢 这两天的一个表现 甚至有的已经呢 这个已经续创了一个波段的 一个这个新高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 也是值得投资人 特别做个留意的一个地方 哦